地狱游记 第32回 游第五殿 诸心地狱 时间西元1977年 中华民国66年 天运遂赐 农历丁寺年5月16日 继功活佛将台湾省台中市圣贤堂 诗曰 会祖七神石可悲 重阳灭己媚良知 中华道德千秋季 文化精英大有味 继佛曰 中华道德文化 原为天地精气所宁 故能力久弥新 万年不断 可探人心崇尚现实 追求物质 藐视自己文化而提倡全盘西化 而肉灵酒市 迎风凶暴 充满社会 属典旺祖之辈重阳灭己 溃为炎黄子孙 由于近来科技发达 以为人能胜天 为小沧海移塑 纵有巧技 犹如大海中之一小浪花 以科技破坏大自然 巧称胜天 终取其获 人脱离自然 则是为不正常的生活 故有血信者应当三思之 今日准备游民 扬升上连台 扬升约 遵命 我已坐稳 请恩师起乘吧 济佛约 已到了 快下连台 明王约 欢迎 济佛及杨善生 再度光临本殿 一路辛苦 前次我已严明 将亲带二位 进入诸心地狱参观 请随我入狱吧 命中将军护驾 扬升约 多谢明王照顾 前面就是十六诸心小地狱了 以闻惨教之声传来 我看又是一片血心心肾场 明王约 众生都已变心 故来此地狱 不得不将心掏下来治疗一番 扬升约 预官已来 我先参拜之 预官约 公皆主公及济佛 杨善生驾灵 本玉已皆迭文 西台中圣贤堂杨善生及西方济公活佛 经将将领本玉 师礼之处 请多包涵 扬升约 预官严重了 今日我随恩师来到贵狱 乃是为了著作地狱游记一书而来 请多指教 明王约 命将军快开门 将军约 遵命 已开启 请入内参观吧 扬升约 哎呦 凄惨的叫声不忍在闻 关狱内的小鬼都是用刀子 剖开罪魂的胸膛 只取其心 好像操刀屠珠 割取珠心一样 罪魂被绑于目柱 胸部割开 只听罪魂一声哀叫 则已昏迷不醒 不知他们所犯何罪 预官约 我先以还魂水泼下 使其回魂 扬升约 果然神妙 罪魂被还魂水一泼 各个胸膛完整如初 仍已清醒过来 预官约 我带几位出来自述罪证 明王约 罪魂听旨 此为祭功活佛及阳间台中圣贤唐阳善身 今日奉旨到此采访应机 你再事作何恶事 赶快执述 不可隐瞒 以便登载善书 切勿为令 罪魂约 遵命 请言王设我轻罪 不知如何 明王约 你先述之 我再定夺 罪魂约 也好 我在生时 应读书不少 接受大学教育 受到新思想之勋陶 最新洋化 学校中有一位教授 是基督教教徒 他劝我信教 不但可以深造英文 更有出国的机会 我以前途着想 此也是一条好的出路 便凯然诺知 从此一遇有空 便上教堂听牧师讲道 学英文 教徒每人穿着与时潮相同 故信者以青年朋友为多 一来可以得学问 二来可以交朋友 又时常举办活动 成为一种青年社团 应受洗礼后 心想家乡拜神敬佛 以不合时代潮流 都是拜偶像 迷信之徒 我在暑假回乡 便决心改变家中的信仰 开始对父母游说 赶快放去敬拜偶像 因父母固执以身 坚持不肯接受 我一时愤怒 便将祖先神主牌拿下 丢在地上 父母一看 清金暴怒 拿起椅子向我打来 我受此刺激 便不再回家了 毕业后 跟着牧师四处去步道 就职于教会 后来一次车祸中而身亡 死时我的主基督耶稣 并为前来召唤我荣归天堂 却被二位恶鬼压来地狱 经阎王的判罪 尽在诸心地狱 请阎王赦我之罪吧 明王曰 信仰宗教本无分区域 任何宗教皆可信仰 然你忘本 毁坏祖先神主牌 像你这种信仰方法 如何教化世人饮水思源 虽传教者言偶像不可败之 但你真理不悟 十字架 圣经 牧师亦是偶像 你为何信败之 所谓除去偶像 就是要你看空世间假乡 不要贪图肉体享受 需充实精神之空虚 不败偶像 即是崇尚精神信仰 以求永生 你误解此意 毁坏神主牌 如断祖德 是问你之身体何来 你信何信 一切皆是祖先所赐 上天为大上帝 祖先为小上帝 你忘本七祖 原非上帝一旨 故天堂不纳 只好堕落地狱 你记十招 将减轻二个月之最 行其完毕 再发放六道投身 记佛曰 信仰宗教乃在修心仰性 非是庸人自扰 互相排斥 自以为是 天律已定 排斥他教之非 自明己教之士者 以身分别心 慈悲博爱之心已施 不能正道 如果此种人正道 则神圣有私心 看人信仰和教材庇护 则神仙圣真意会发生摩擦纠纷 天堂变成战场 如何称为清静的极乐世界呢 今日时刻已到 改日再来参观 杨生准备回堂 明王曰 命将军排班送假 杨生曰 应时刻不早 不能久留 多谢阎王与御官及诸将军之引导 我们先告辞了 记佛曰 快上连台 杨生曰 我已坐稳 请恩师回城吧 记佛曰 圣贤堂已到 杨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地狱游记第32回功念完毕 下次分享 地狱游记第33回 在游珠星小地狱 中文字回入之后 感谢观看